皮大可以自己恢复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周立平 西电集团医院普通外科主人医师 皮脏是人体的一个主要的免疫器官 它位于人体的腹部的左上腹 它一般的肿大有功能性的还有病理性的 所谓病理性的皮大 就是因为可能由于肝硬化肝炎 磨脉高压 引起的皮肤能抗进 这种皮大 还有种种种的皮大 就是常见的特化级皮大 没有什么道理的 皮脏本身就肿大了 这种肿大一般来说 不大容易自己缩回去或者减小 但是不影响生活 如果是病理性皮大 皮肤能抗进的话 这种皮脏很难自己恢复到正常状况 可能要把原发病 或者是肝部 萌脉高压的疾病 进去处理以后 皮脏才会有所缓解 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状况 一般的皮大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症状 也不需要特别去处理 今天很清楚 là 今天是230年 你赶紧在这里 还有第5种医域